在救護車的護送之下 陳先生終於順利抵達醫院 躺在病床上的是日前和妻子到奧地利蜜月旅行的陳先生 沒想到他卻突然腦溢血中風 兩人在國外求助無門 又無法負擔龐大的醫療費用 讓國內外的家人感到焦急難耐 幸好如今回到台灣 陳先生也從無意識恢復到能比OK的手勢 請大家放心 讓家人也鬆了一口氣 當時是當作意外處理 對 因為一開始 因為他沒有什麼疾病 所以把他當意外處理 因為醫生他也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所以不知道保險公司為什麼知道他是疾病 因為現在醫生還不確定他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有在家裡回家不在家裡 有在家裡都在裡面 然後就算說可以回去 幫忙社會理事幫忙很多很感恩 原本是甜蜜的蜜月行程 卻遠變成這樣 消息傳出後 由地方公所募集約170萬元的款項 支付交通費用 並委託無期教學醫院的國際緊急醫療轉送團隊 出發至當地將陳先生接回台灣 希望在自己的國土上 能讓陳先生進一步接受治療 昨天接了陳先生 我們就從維也納出發 然後一路很順利 我們在飛機上主要就是血壓的控制 然後氧氣的供應 然後並且很順利的回到台灣 我們捐款負擔 我們把人接回來的費用是足夠的 那後續我們在醫療的照顧方面 我們縣政府我們的衛生局 會接手來跟童腫核方面 來接洽聯繫 我們會照顧到他康復為止 無期教學醫院表示 未來能繼續觀察陳先生的病況 並展開病情的複裁 以積極的復健治療 家人也感謝各界的幫助 才能順利完成這次 跨國醫療人道救援的任務 記者田在為台中常報導